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玉璃镇代表无新闻 结合了国税局玉璃基针所 以及镇内各参与业者社团协会单位 今天在玉璃黑熊馆办理了捐血活动 现场准备了各式好康好礼送给了捐血的民众 吸引上百人前来响应捐血 即便已经是下午时段 仍可以看见不少民众前来响应捐血 走进捐血车里晚袖煎出热血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玉璃镇代表无新闻登高一呼 包括国税局玉璃基针所 镇内传营业者社团协会单位群其百诺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相挺 不仅有捐血感恩好礼玉璃樱桃鸭玉璃毫米 贺钢文蛋卫生纸玉璃妈祖宫小神医平安符 环保购物袋 也有玉璃臭豆腐 玉璃面 茶饮等在地美食餐圈 捐血救人的同时 还能振兴在地经济产业一举两得 玉璃董 赞 林烈勇 赞 要帅 那也感谢捐血中心有派了两部捐血车过来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 我们总共有六个团队一起来承办这个活动 那还有十几个单位来热烈的赞助这一次的捐血好礼 我们预计每年都会办一次大型的捐血活动 那往常如果常态性的捐血每个月在于一次的 那有机会我们也会参加 五新闻感谢玉璃镇各界热情响应支持捐血活动 不仅让花莲鞋库满格 也提振玉璃镇的经济产业 而一整天的捐血传爱活动 也有超过上百代的热血液注到花莲鞋库中心 记者张明泰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